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品尝 位于在捷运站附近 交通很便利的人气美食 首先在台北捷运 名泉西路站附近的晴光市场 这里有一摊创意蛋饼 特别用西式的摆盘 让传统蛋饼有了新的风貌 不仅外观看起来 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 内馅更有惊喜 像这款咸猪肉蛋饼 把猪肉的咸香 混合了米酒的清香 加入酥脆的蛋饼皮 吃起来香气十足 口感很有层次 另外这款墨西哥辣椒拔丝蛋饼 滋味香辣 满满起死 送进嘴里还会坎西 客人形容说 这里的蛋饼华丽的呈现 就像街边米其林一样 令人惊艳 看起来像顺开的花 又像绽放的烟火 很难想象这华丽摆盘竟然是蛋饼 还加入各种创意内线 低调藏身在台北秦光市场的小巷道 内行人才知道这一位 感觉就在一个台湾的小菜市场里 吃到一个法式摆盘的hybrid 就是那种中式跟国外的那种摆盘 合并的一道早餐店料理 我觉得它的蛋饼炸得很舒服 Google也非常的好吃 难得在那个市场里面 可以吃到这么精致的摆盘 就是比较像花 对 我的摆盘的概念是花跟烟火 可是主要是心情要放松 想要让所有的客人都可以 有一种备收到那种 很高级待遇的领域这样子 老板张宜辰除了追求外观强烟 内线也要让人惊艳 由于妈妈和他都是布农族原住民 独自两就开发出原住民风味的蛋饼 把咸猪肉加入米酒搬炒 对 因为米酒是我们原住民的 特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治水 就是什么都要配到米酒 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蛋饼里面 再加上那个店内的特色 可以更加强一点 再加入酥脆的蛋饼皮 上桌前张宜辰细心装饰 她说是因为先前去欧洲旅行时的见闻 启发她想做出高规格的小吃 我那时候在丹麦的时候 它是一个路边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不亲眼的一个路边 然后它连装潢都没有什么装潢 可是它的墙壁上面有写一个 Michelin guide 有一个米其林推荐 所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米其林餐厅 然后我就去吃看看 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 对 然后它的桌面的时候有摆盘 全部都非常的棒 所以我只想要把那个的感受 带到台北给台北人吃看看 打造出街边米其林风格 咸猪肉蛋饼华丽上桌 换上漂亮外衣 让人耳目一新 外皮酥脆充满面香 内馅的咸猪肉混着酒香 搭配九层塔和洋葱等等 原住民风味融合西式成餐 让人耳目一新 我一开始本来以为会很咸 但是之后发现搭配它的饼皮 跟里面的那个酱 就调合得蛮好 而且有点就是一口接一口 虽然是外酥内软 然后里面的肉非常香 就通常你吃蛋饼啊 它皮酥就比较软 或是那种早餐店吃的 但是老板非常用心 他每个都做得非常非常舒服 因为他自己说 他不喜欢吃软的蛋饼 人气口味 伐司系列 用大把双色起司成就 爱吃起司的张宜辰 设计菜单时都坚持使用自己喜爱的食材 你做吃的东西你一定要自己要爱吃那个食材 如果说你不爱吃那个食材的话 你再怎么做都会对那个食材是没有自信的 真诚做出每一份蛋饼 再放入墨西哥辣椒 洋葱 料多丰富的墨西哥辣椒拔丝蛋饼 酥脆外皮撒上红椒粉 光看就很够味 里头的墨西哥辣椒香辣殆尽 满满的食材还会堪吸 饱满扎实又美味 他们的饼皮跟外面早餐不太一样 口感比较脆的那种 因为我本身蛮喜欢吃起司的 然后他有推出那种巴斯的双色起司 觉得对起司控来说是蛮大的卖点 像我蛮能吃的 所以我觉得海客 口感很扎实 然后饼皮很脆 内容很饱满 起司很多 和妈妈一起在市场经营小小的蛋饼摊 张宜辰先前从事的是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工作 虽然赚到钱 但赔了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那时候工作有碰到一点小瓶颈 对 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是做晚上工作 然后可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办法去再支撑我 再做晚上工作 我的肝出了一些问题肝发炎 所以导致我肾也不好之类的 不只健康状况亮红灯 和家人也聚少离多 应该是有两次的 我人生有两次的打击 把一次是我自己的亲哥哥走了 然后有一次是我的外公走了 都是我自己的亲人 还记得有一次的过年 我连除夕都没有在家里过年 那一次除夕我没有跟外公过到的 下一年我外公就走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仔细想一想 我会发现说 钱没有了可以再赚 可是家人没有了是没有办法再赚的 人生的打击给了他起务 决定挥别花花世界 和妈妈一起创业工作 他也相信大家会喜欢妈妈做的料理 使用高山高丽菜 口感特别脆甜 大份量的蔬菜蛋饼是母子俩想给客人的心意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或一般都在外面人家里没有厨房 或是可能没有时间吃到一些蔬菜量的东西 再加上外面吃住餐的菜可能会过油 那我们活力和粉就是它的菜不油 然后就是你可以吃到它的菜的很鲜甜的味道 然后以健康为优先 活力和粉蛋饼 Q软的和粉皮加入大量高丽菜和胡萝卜丝 能一次吃得饱又没有高热量的负担 有菜有蛋能补充外食足的元气 用料也不计成本 放入张艺辰爱吃的鸭赏 九层塔鸭赏蛋饼 鲜嫩鸭赏味浓重 九层塔解腻肉体香 让人口齿流香 创业一年多 张艺辰也满三十岁 对于未来 她希望让妈妈过好日子 也多珍惜母子相处时光 哪一个小孩子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过好生活 可是以现在的社会环境下 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那些 我觉得不要把钱压抑得太大 我觉得好好地陪家人 然后好好地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话 那会很重要 市场里小小的蛋白摊 让母子俩亲情更紧密 张艺辰用心打拼 让占领不只是充一经验 更蕴含着一份深厚的情感 在捷御行天公镇附近的项目里头 有一家市面上很少见的广式长本 他们家的长本皮 是用石磨机慢磨再来米而成 保留了养分 也让口感吃起来更加细致 招牌的牛肉虾仁双拼长本 有很丰富的配料 鸡蛋 青菜 牛肉 还有虾仁等等 海陆鲜味齐聚 还有这款泡菜布拉姨口味 辣脆的泡菜 咸香的布拉姨 配上的是华式的长本 口感丰富 吃起来很过瘾 在台北河江街巷弄里 这家店竟然卖起来外头 有少见的广式长本 语记们就能看到石磨机 用当天卸磨的米章蒸皮 再包进满满的馅料 料多实在 鲜香诱人 独树一格的特色料理 平日中午就做满人潮 它有分长粉跟王子面子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长粉算是 比较少去会吃到的东西 用料其实都还蛮扎实的啦 就是有什么小鱼干啊什么的 所以是还吃蛮饱的 年轻老板许朝翔 在跟台前忙着出餐 原本就怀抱创业梦的它 为选择卖广式长粉 是在一次去东莞旅游时 和这份在地的庶民美食 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候我去大陆跟家人旅游的时候 然后去吃到当地的当地小吃长粉 然后觉得 发现吃起来口味还不错 然后觉得台湾好像 这类的产品比较少 然后想说就把这个有特色的产品 然后从那边引进过来 于是他就向当地的老师傅 学这门手艺 道地的口味从玄米就开始讲究 喜欢再来旧米是因为 再来旧米它本身的粘性 比那个糯米还要低 那如果我们用糯米去做的话 其实它粘性太高 所以我们在蒸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蒸成皮的 所以我们是基本上包不太起来 再把再来旧米倒入石磨机里磨浆 这一步可不能贪快 得用低速慢慢地磨 慢磨的好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它速度慢 然后就是它不会因为说 我们快速产生就是那个高温 然后破坏我们原食物的营养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是选用就是重达 两百多公斤的石磨的慢速 去磨制成那个大米 然后让它磨得很细致 那因为它磨得很细致 我们蒸出来的产品品 才会够滑够嫩这样 许朝祥说广式肠粉的特色之一 就是分量大更像一道菜 东莞当地也都把肠粉 当成正餐食用 馅料当然也不能马虎 用牛五花更有油香味 仔细切成适口大小 白虾更得一只只剥壳取肉 我们今天的虾仁 基本上都是有进货处理加工的 就是花过例如说磷酸盐之类的 所以外面的虾子看起来又大又脆 但是它其实吃多了会对身体有负担 所以我们是选用虾子 那我们是买回来 然后自己再用手工的方式把它剥壳 然后并且把那个砂金挑掉